今天还是要批评一个许新一个张继科 张继科虽说今天两场比赛都赢了 那种竞争状态人家看什么呀 都知道你累都知道你皮 所有的比赛你都参加了 但恰恰这会儿的时候就是磨练你的时候 怎么赢了比赛还被批评 一般运动员谁受得了 可张继科却这么说 每次留着批评完我以后 我都会有很大种出动 每次批评完我以后 可能这种成绩都还比预先要好一点 那你感觉就不骂你都还不行 对我人有时候也贱 反正比刘志导骂完以后才真正的这种觉醒过来 2011路特丹直通赛 一路过关斩将的张继科 一鼓作气杀入半决赛 结果在队内总年会上 被点名批评许新的刘国梁 稍待批评了一顿 说他比赛不够用心 得向老将王立晴学习 那一晚一言不发的张继科 睡得特别早 第二天上午就以大比分 4比0哼扫王立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场精彩对决 都说大力出奇迹 可当大力王遇到暴力章的时候 优势完全是燃不开 几个回合之后 大力王被迫转攻为首 藏王拼完正手 不落下分 又拼反手 八王你一出 谁与争分 打得大力王有些招架不住 漂亮 这球打得很漂亮 在速度和力量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大力王平平失误 哎呦连丢三分啊 局末相持阶段 大力王凭借丰富的经验 比拼前三半 四四角度比分 拿到句点 哎呦又高了 这就是胜蓝面 逆旋转 挡起来 撕两边 大力 欲强更强的藏王 总能在关键时刻 力挽狂来拿下第二局 此时大力王绝地反击 正手疯狂暴冲 藏凹反手如飞镖 防守严密 抓住机会 转手围攻 正面硬钢 给场关带来一场 高质量的精彩对决 你看这个球就稍微慢了一点 第四局 双方台内白段 转反手相持 胆大纤细的藏王 抓住机会 果断出手 一记侧身暴冲 打穿大力王 老将顽强抵抗 左突右冲 将比分 追至视频 合进的对手 关键时刻 八王岭从来不会取袭 藏王将比分反超 拿到句点 然后交代暂停 其中的小爸爸 一波又一波的碎碎念 咱也不知道 藏王能听音曲几句 最后 大力王接怕球失误 张继科拿下比赛 支持立刻 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